年近五十的婆婆产下一女 很是金贵 婆婆每天亲她闺女八百来回 我作为医生儿媳 好言相劝 妹妹还是婴儿 婴儿体弱 大人携带细菌 亲吻容易得病 婆婆表面答应 背地里却阳风阴危 不仅亲个不停 还一日三餐嚼碎了口对口喂饭 小姑子六岁 全身皮疹 持续高热 医生诊断为亲吻病 婆婆不信 说世上没有这种病 定是我伙同医院坑她的钱 还破坏他们母女感情 老实人老公一改往日温和 对我大打出手 我被家暴致死 再睁眼 我回到婆婆生产这天 这一次 他们如何说 我都说对对对 婆婆48岁高龄产女 医院病房里 亲戚来了一大片 婆婆毫不避讳给小姑子喂奶 完了还舔了一下 她口边溢出来的奶汁 亲戚看不惯 纷纷劝说 这样不够卫生 她不以为然 这有什么 她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 要有什么 早在肚子里就有了 你们要是不信 问问我儿媳妇 她就是这个医院的医生 说着从人群里点出我的名 小周 你是医生你最懂 你来给他们科普一下 我回过神 想起来上一试 她也这样问我 我虽是外科医生 但这种基础的东西 还是知道的 秉承着医生的职业操守 我实话实说 婴儿体弱 大人吃的东西复杂 孔带有细菌 对婴儿不利 亲戚纷纷点头称事 婆婆的脸色 却难看到极点 当着重亲戚的面 她也不好 反驳我这个专业人士 可是亲戚一走 她就阴阳怪气 我自己的女儿 我亲都亲不得了 你要不就是嫉妒我能生 要不就是怕贝贝 给你们夫妻增加负担 故意挑拨我们母女关系 老实人老公一听 这还得了 赶紧把我拉出病房 好一通软硬兼施 目的只有一个 跟他妈道歉 我自恃不肯 没错到什么歉 我还在上班 先去忙了 丢下他们 我就回到自己岗位 我态度强硬 婆婆当着我的面还算听劝 背地里却变本加厉 不光亲个没完 还口对口喂饭 小姑子长到六岁 被我一语成衬 身上起疹 持续高热 医生诊断为亲吻病 婆婆却不信 说这世上根本没有这种病 小姑子这样 是因为我的诅咒 还说我伙同医院坑她的钱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我累了一天 只想倒头就睡 可人家以为我是心虚 更是气焰高涨 一向戴着老好人面具的老公周浩 面目猙獰 挥起拳头 就朝我身上砸 我不堪重击 被家暴致死 我死后 公婆立马把周浩送进牢里 周浩这才知道 她是婆婆养子 上一世被家暴的顿痛 撕在眼前 和婆婆赵春妹 春风得意的脸相融合 我当笑一声 一个孩子一个养法 凡事没有绝对 赵春妹的理解能力 高人一等 把我的话自动过滤 为我同意她的观点 看吧 连医生都这么说 我说你们啊 还是少听网上那些专家瞎忽 婆婆高龄产女 身体自然比不上小年轻 出院后 婆婆把我叫到她床边 小周 你是医生 懂得多 你跟医院请个假 回来伺候我月子 也不是商量 就是你请最好 不请也得请 上一世也有这一出 我不同意 周浩就背着我 给我请了假 那时候我想着质子无辜 既然请了假 就好好照顾 结果可想而知 月儿理念不同 整个月子 鸡飞狗跳 这一世我可学聪明了 妈 我马上就要平直撑了 平常直撑 工资也跟着涨 小妹还小 奶粉尿布 每个都要钱 你也希望我多挣血 对吧 婆婆眼睛一转 蹦出亮光 那你别请假了 好好上班 你说的对 以后花钱的日子多 咱能多挣点 就多挣点 那您月子 放心 浩子时间挺空的 让她来 浩子是周浩 我老公 我差点笑出声 这我就太同意了 这种会家暴的渣男 怎么能让她不痛快 就怎么来 不过我面上不能表现 我锁着眉 浩子是男人 只怕伺候不好 要不 咱请个保姆 不行 婆婆果断拒绝 她是我儿子 儿子伺候老娘月子 天经地义 我回到医院上班 刚好有去别院 进修名额 我赶紧就申请了 我这种才上班 两年的外科小医生 领导巴不得 我去多学些本事 当下大手一挥 准了 明天就走 下了班 我乐颠颠回去收拾东西 家里一派祥和 公公拿着手机 与人聊天 嘴都咧到了耳根后 周浩系着花围裙 在厨房忙碌 嘴里还哼着小曲 我瞄了一眼婆婆的房间 得又亲上了 我敲敲门 该交代的还得交代 不然接下来不好开展工作 妈 我明天要出趟差 婆婆看过来 不是说最近平直称吗 你出差的直称品给谁 我愣了愣 虽说我是撒谎 但平直称跟我人在不在 两码是啊 感情之外以为平直称 跟拿奥斯卡小金人一样 得真人到场 出差是去进修 进修过 胜算更大 我这样一说 他又懂了 那你得去 赶紧收拾东西去吧 家里有你爸 还有浩子 你别分心 好好干 外地进修为期一年 我打电话给顾时初 让他帮我跟踪 周浩的私生活 顾时初是个私家侦探 我读书那会 一次机缘巧合 救了他奶奶 而他奶奶正赶着去医院 给媳妇送手术费 我打算和周浩离婚 我和周浩结婚 实属赶鸭子上架 我爸死得早 我妈前两年得了病 她生前最大的愿望 就是想看到 我找个好归宿 我那时才从医学院毕业 找男人这是 一个字 难 可我妈都快不行了 他心愿不完成 我这辈子心不安 于是相亲 一个两个三个 也不是说人家不好 就是说 毫无准备的做一件事 就感觉上下 一个不如一个 周浩是第一个出现的 忠义我 瞧着老实 还是铁饭碗 也没多想 就他了 婚后生活 怎么说呢 除了那啥不行 其他的也还凑合 我是事业型 对那啥要求原本也不高 寻思有病就慢慢治呗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可还没等我治好他呢 他就先把我给打死了 想到上一世 被他拳拳到肉 砸得当场死亡 我都背脊发凉 这魂不光得离 还得让他净身出户 有多远滚多远 好在故事出 没让我失望 我在外进修的第三个月 他给我带来一个重磅消息 我公公周长明 在外头养女人 是与世之间都是联动的 周长明养女人 这是乍一看 跟周浩关系不大 实际却是压死周浩的 最后一根稻草 当然 这是后话了 故事出 除了这个重磅消息 还给我攒了一堆鸡毛蒜皮 赵春妹坚持做两个月的月子 周浩既要上班 又要应付他花式刁难 不堪重负 终于爆发 与赵春妹大吵一架 随后赵春妹给周长明打电话 周长明才会过情人 也不知是愧疚 还是生气 周浩破坏了他的好事 人一到家 二话不说 对着周浩飞起一脚 直中心窝 周浩当即昏死 被救护车拉去住院了 赵春妹一看猛了 他月子还没做完呢 谁来伺候他月子 家里除了嗷嗷待哺的小姑子 就剩周长明了 赵春妹向来以自我为中心 你们怎样我不关心 我只管有人伺候我月子 于是公共周长明 开始了漫长的伺候月子旅程 其实也不漫长 才三天 他就撂挑子不干了 不干可不行 赵春妹拔户又泼辣 我给你生孩子 你不给我伺候月子 天理不容 周长明和赵春妹 其实同一种货色 能死到有 绝不死贫道 可怜周浩路还走不利索 被一顶孝顺的大帽子扣下来 不得不办了出院手续 回来继续伺候月子 后来给小姑子周伯伯伴满月酒 赵春妹有时没事 在周伯伯脸上扒鸡 一口 众亲戚便以为他是放得开 于是我上去抱一下 你过来颠一下 他拿个鸡腿 直往小姑子嘴里塞 说是先一步尝尝人间美味 有一就有二 又有人端了白酒 往小姑子嘴里送 嘴里执念 鲜香麻辣 缺一不可 婆婆赵春妹 这下可不干了 一把把小姑子抢到手里 动作之大 小姑子受了惊 哭得接不上来气 赵春妹更心疼了 你们做什么害我女儿 她还是个婴儿 不能晃 不能吃盐 也不能喝酒 则 这育儿理念不挺科学吗 可是亲戚们不乐意了 大人还不能亲孩子呢 你没刷毛因吗 大人亲孩子都隔着保鲜膜 那能一样 我是孩子亲妈 哦 科学是假 双标是真 可这双标好像没毛病 亲妈妈 大多人脑子里有一套不成文 但成型的观念 半大孩子开了口 妈妈能亲 咱们不能 是咱们吃的东西不干净吗 我看七婶就没吃这里的饭菜 七婶就是赵春妹 这孩子脑回路清奇 忙了没顾上 吃饭的赵春妹就傻眼了 据说满月宴半的热闹急了 至于这热闹是好是坏 管她呢 反正传到我这 她就是个乐子 时间一晃而过 我今休气满 要回去了 我没告诉周浩他们具体时间 硬妖先去了一趟故事出那 故事出给我递上一杯热咖啡 谢谢 你说有件事要和我当面说 什么事 她明明纯 一副不大好开口的样子 这个我早有准备 她接下我这事 一共收费三千元 一年时间 三千块 肯定是不够的 我掏出手机 马钓出来 我加钱 没想到她又是摇头 又是白手 不不不 您误会了 我不解的看她 她一拍桌子 下定决心般 是查到一件事 但你听了不能激动 更不能做傻事 这位口吊得实在足 没办法拒绝一点 我心砰砰跳 好 我听你的 你说 你知道啊 还是你和我说的呢 我点点头 你老公周浩也是 哈 我脑子一下当了机 周浩是高中老师 我要和他离婚 想抓他把柄 想过他贪赃枉法 想过他迅思舞弊 还想过他暴露家暴男的本性 就是没想过他出轨 他不举呀 这也有人要 我张大个嘴巴 合不拢一点 故事出又叹一口气 把咖啡往我手上递 你还好吧 我回过神 一口把咖啡闷下 出轨对象是谁 不会是他学生吧 我这嘴呀 佛祖跟前开过光 是 还是个未成年 而且怀孕了 接受了周浩出轨 我也大概率猜到 他是假的不行 既如此 让人怀孕 也不是没有可能 那我不知道 就是他支支吾吾 而我又是急性子 我又把手机拿起来 加钱 哎呀 不是 他急了 周浩跟周长明的出轨对象 是同一个人 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我打个车回去 车一路开 我一路想 我这家有什么东西啊 说谎 出轨 还家暴 也难怪故事初 让我别激动 别乱来 我这是重火一事 不然这是谁能忍 我惊他是个神龟 不知不觉 就到了自家小区 踩一下车 就迎面碰上出门的周浩 他惊了一下 声音里没半点欢喜 你怎么回来了 一年没见 周浩憔悴了许多 双颊都凹了下去 我一想到 故事初讲的那些话 心里头就翻江倒海 只想吐个地暗天婚 可是不能 我扯扯嘴角 保持微笑 搭了同事的顺风车 你这是要出门 周浩眼神躲闪 嗯 学校有事 是吗 那你路上小心 我拎着行李往回走 我要回去一趟 直接跟着他 会让他起疑 门一打开 托破赵春妹 正口对口 给小姑子周伯伯喂饭 他咬一勺到自己嘴里 嚼吧嚼吧 再吐到周伯伯嘴里 这一刻 我终于忍不住 跑到卫生间狂吐 赵春妹端着碗 站在卫生间门口 你一回来 就搞得家里臭味熏片 我吐到没力气 强忍着与他周旋 这段日子忙 胃不舒服 对了妈 爸呢 周长明没有工作 平日里最喜欢 摊在沙发上刷手机 提起周长明 赵春妹火气更大了 死了 虽然我很想 但还是不要死得太潦草 周伯伯在客厅哗哗大哭 赵春妹一个转身跑回去了 哎呦我的乖乖 不哭不哭 妈妈在 我收拾了一下 走出卫生间 单位那边我去一趟 赵春妹不耐烦地摆摆手 都走都走 一个两个都不省心 烦死了 我出了门 给顾时初打个电话 麻烦把那小姑娘地址给我 电话那头立刻紧张起来 你做啥 桌间 你等着 和你一起 车开到一个小区 在里边一栋楼边上停下 这小区 我随救护车出诊的时候来过 就在周浩任教的高中后头 住的多半是给孩子陪读的家长 也就是说 周浩在一众认识他的人 眼皮子底下行龌龊事 我瞪大了眼 看向顾时初 这么会玩 顾时初撇撇嘴 你接着看 他是专业的 我得听他的 扭头看窗外 没见周浩 却见着另一个姓周的 周长明和一个十七八的女孩 并肩走出来 周长明双手插兜 女孩一只手腕 在周长明右边胳膊上 我知道他们的龌龊 但旁人来看 他们就是一对 在普通不过的爷孙 两人一起 往小区大门走 这个点 应该是去吃饭 正想着要不要跟过去 却被一旁的故事出 一把按下我脑袋 有情况 跟眼别战片似的 大约过了半分钟 他松开手 指指车子又前方的人 竟是周浩 周浩鬼鬼祟祟 跟在前头两人后头 不敢太鬼祟 又不好太张扬 你在车里等着 我去拍几张照片就回 我回家的时候 已经晚上八点 周浩闷声在阳台抽烟 他从前是不抽烟的 许是今天受的打击太大 周长明倒是乐呵呵的 拿着手机刷视频 婆婆照出妹妹在客厅 我寻思 小孩子说睡就睡 他大概是陪孩子去了 外头两个男人 我也不想理 手里头周浩出轨的证据 已有 离婚且让她净身出户 没问题 只是事情一旦闹大 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孩 只怕受不住打击 我放下包 打算洗漱休息 离婚的事 还得从长计议 只在这时 赵春妹慌慌张张 从她房里跑出来 被被发烧了 我心念一动 难不成周被被 换亲吻并提前了 也不是没有可能 上一世由我阻拦 赵春妹多少有所收敛 这一世我不闻不问 她便毫无顾忌 谁家小孩能受得住 她这样的亲密 我往房间走 顺带瞟了一眼 姓周的两个男人 周浩稳坐在凳子上 像是没听到 自顾自抽烟 周长明抬头瞧过来一眼 又低头刷起了手机 啊 男人 关键时刻永远不能指望 我查看了周被被的病情 果不其然 跟上一世她六岁 得了亲吻病的症状一模一样 赵春妹在一旁急得跺脚 怎么样 被被是怎么了 我看了她一眼 不光发热 身上还起了疹子 可能病毒感染 大概率是平时不注意卫生引起的 我实事求是 也没把话说死 反正赵春妹会自动过滤 那怎么办 要不要送医院 她还那么小 她急得直掉眼泪 看得出来 除了她自己 她对这个女儿也是真爱 送吧 小孩子体弱 只是晚上同事给我接风 我喝了点酒 让周浩送你们过去吧 我话才落音 赵春妹就赤着脚往外跑 边跑边喊 浩子 浩子 你快送你妹妹去医院 她发声音戛然而止 不一会又传来她的怒骂 周浩你在做什么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 二手烟对宝宝的危害 你不知道吗 我听见羊台门被拉开 紧接着是一声脆响 你不安好心 你要害贝贝 你不得好死啊你 这话着实恶毒 我都听不下去了 何况挨了打的周浩本人 周浩一声怒吼 够了 成天贝贝长贝贝短 我难道不是你们儿子吗 恭喜你 答对了 一场闹剧 以我打电话叫来救护车结束 医生拿着血减单 EB病毒感染 俗称亲吻病 主要经口密切接触传播 她抬头看了一眼赵春妹 你们大人平时 有没有跟这个宝宝过度亲密 例如亲她 共用餐具 或者嚼食喂养 赵春妹的脸刷 一下就白了 磕磕巴巴道 有室友 可我是孩子亲妈 她是我肚子里出来的 医生眉头越瘦越紧 声音也严厉了 胡闹 小孩子体弱 大人食物味道重 添加剂多 口腔不可避免会有细菌 你这样做 就是在害她 说着刷刷刷开启了单子 体温39度2 需要药物退烧 交钱拿药吧 赵春妹看我 我也是无语 一瓶布洛芬 外加一盒几块钱的阿希洛为骗 加起来不会超过50块 这也让我来 合着她身后站着的两个男人 来当摆设的 回想起上一世 小姑子周贝贝 在赵春妹的影响下 对我也没个好脸色 我死的时候她才6岁 6岁的小人会骂我是不下蛋的急 还说我是周家的挣钱工具 想想都来气 管她冤大头还是冤小头 谁爱做谁做 我把脸转到一边 赵春妹不好发作 把单子往周浩手上一拍 去交钱 没眼力见的 两人才大吵一架 她能啃 果不其然 周浩反手把单子扔回去 没钱 这单子也是扔的凑巧 直接就盖上了周贝贝半张脸 赵春妹员就是个农村妇女 对鬼神之说向来敬畏 当即把单子扒拉开 一边扒拉一边骂 要死啊你 做什么诅咒我女儿 周浩脸色本来就难看 现在更黑了 可不等她做出什么回应 一旁的周长明又动了手 哦不 是脚 周浩高高瘦瘦 周长明却壮实 周长明一脚就把她踢出了诊室外 随即自己也跟了出去 我能阻止吗 不能 我没反应过来呢 当时医生坐不住了 做什么 你们这是做什么 要打出去打 小孩发高烧 大人们为谁付几十块钱的要打起来 没钱就只说 我垫上也可以 赵春妹的奇葩程度 我今儿算是见识到了 他把单子往桌子上一搁 那就麻烦医生了 说完生怕医生反悔 陶也似的出了诊室 我走得慢 当然出去的那几个也不关心 而柯医生看看出去的人 又看看桌上的单子 眼睛瞪得溜圆 最后 他看向我 我很无奈啊 从兜里掏出来工作证 在他眼前晃晃 作为同事 送你几个字 尊重他人命运 放下助人情结 收起来工作证 我实不忍心看他一副吃了苍蝇的憋屈样子 拿起来单子往外走 这次我给你兜整 有空请我吃饭 周长明把周浩打到昏迷 经医生检查 周浩领内出血 好在出血范围不大 周浩醒过来后 就像觉醒了般 上一世复此次笑 这一世有仇必报 他要报警 周长明和赵春妹 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这个儿子 已经不受他们把控了 好话说了一箩筐 周浩仍旧一意孤行 赵春妹也不耐烦了 你真要报警 我们谁也别想落好 你爸真被逮走了 我明儿就抱着贝贝去你学校 都说老师教书于人 我倒要找你们学校领导问问 我们老两口这么些年养出来的 究竟是什么品种的白眼狼 周浩目瞪口呆 只剩嘴里喃喃 为什么 究竟是为什么 我不也是你们的孩子吗 这些年我对你们不好吗 模样实属可怜 说真 要不是上一世 周浩把我打死了 我都要开始同情他了 周浩到底没报警 赵春妹夫妻难得见好就收 嘱咐我招务好周浩 就匆匆回去了 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回到休息室 我把前世今生仔细捋了一遍 因为我的重生 许多事都偏离了上一世的轨迹 上一世 周长明并不管事 在家里就是个可有可无的透明人 赵春妹没什么变化 嘴巴毒 心地坏 周浩呢 尊重双亲 爱护用妹 也有暴躁的样子 那就是打死我的时候 总体来说 一家子算得上其乐融融 可我死后 赵春妹夫妻马不停蹄 报警抓人 虽说是养子 不对 这里就有问题 我死的那晚 就是六岁的周伯伯 确诊亲吻病的那晚 赵春妹坐在地上鬼哭狼好 说我心思歹毒 从周伯伯出生起 我就不安好心 日日诅咒 不管是的周长明那天 也依反常态 女人不听话 打负气就好了 周伯伯小小年纪 还发着烧 见周浩打我 他兴奋地直跺脚 打他 打死他 他是坏女人 现在想来 这一家三口 是故意激怒周浩 毕竟我和周浩一死 房产 存款什么的 就都是他们的了 想到这里 我不由汗毛倒立 我竟是从嫁给周浩开始 就落入了一个圈套 人性之恶 竟能衍生出 这般诡计多端 如此 这一世 我仅仅尊重他人 命运远远不够 我给故事出打电话 做他这一行 多少有几个相熟的律师 我委托他 帮我你一份离婚协议 要争取利益最大化 只是在此之前 我还有一个顾虑 那个女学生 照理来说 他同时与二周纠缠不清 该是知道周浩已有家庭 但凡事无绝对 若是知三当三 也就没什么好说的 人活在世 总要为自己犯下的过错 承担后果 倘若是周浩花言巧语 哄骗了他 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要报仇 但不能牵扯 近来无辜 事情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 我这边才给故事出 赚了一笔钱 让他仔细查查 女学生是不是有意为之 这个女学生 竟自己找上了门 他先是找的我 以患者的身份 我正在医院上班 电脑上下一位患者的名字 有点眼熟 我点了一下 外头机械女音响起 王子涵 近来一个十七八的女孩 人没坐下就开了口 我怀孕了 我一抬头 好吗 才见过 我强压住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怀孕要去妇产科 上三楼 往左拐 王子涵没动 一顺不顺盯着我 我寻思 这是要和我来个坦白局 我虽这样想 但不能主动说 还有哪里不舒服 王子涵不作声 还是盯着我看 我作为一个外科医生 接着病人还挺多的 就想着 你就算是坦白局 也要挑时候啊 这忙着呢 我敲了敲桌子 如果只是怀孕 还请去三楼 我表现得不耐烦 王子涵这才开口 你爱你老公吗 哈 这我能说 说了你不得发现 其实我也认得你 只是不等我做出回应 这姑娘又来一句惊死人的话 可以把你老公借给我吗 服 我吐一口老血 不为过吧 我怀疑她在试探我 那么问题来了 我该怎么回她 才能表现出 我对她和周浩的事情不知情 我绞尽脑汁 CPU都烧起了火 终于有答案了 出医院大门右转 不行150米 438路公交车坐到底 安康医院等着你 安康医院是精神病医院 一个怀孕的陌生女孩 找你接老公 她不是精神病是什么 王子涵好像生气了 腾一下站起身 伸出根指头指着我 你怎么骂人 我要找你们领导告你 院长办公室在顶楼 还有 我只是好心提醒 你不接受也无妨 下一个 有人进来 王子涵不好发作 临走前看了我一眼 眼神志愿毒 如果不是杀人犯法 我想他大概会杀了我 我偏眼他的背影 世上就有这样的人 你想把他往上拽 他偏往你里赖 这姑娘啊 没救了 既然没救了 我也就没了顾及 周浩今天出院 我去给周浩办出院手续 我拿着出院单看了又看 眉头锁得能夹死苍蝇 周浩不明所以 怎么了吗 我没答话 叫来护士又扎了他一针 等结果出来 我告诉他 你是O型血 周浩没听懂 这有什么问题 我欲言又指 妈在这个医院生的孩子 我记得清楚 妈是AB型 血型遗传这种知识 我们初中就学过的 周浩O型血 那父母血型组合 有五种情况 O AO BO AA或BB 也就是说 赵春妹AB型血 无论周长明什么血型 都生不出一个O型血的孩子来 周浩脸上血色退戒 原来是这样 难怪 他这个样子 我自然要安慰一番 你也别多心 兴许当年医院报错了 也有可能 只可惜 他不会信了 回去路上 他叮嘱我先不要告诉赵春妹二人 见我不解 他还找了个理由 如果是报错 他二老难以接受 这是急不等 我信你个鬼 好 这是你心里有数就行 我在等一个契机 王子涵是真的怀孕了 怀了宝宝 要么生下来 要么打掉 单凭他孤身一人找上我 就表明 他对周浩 却有几分真情实义 现在问题来了 周浩有家庭 他生了孩子 没明没分 如果不生 他未成年打胎 需得成人陪同 无论哪种选择 他都等不得 周浩出院的第三天 接了通电话后 匆匆出门 有个东西往车里了 我去拿一下 他前头走 我也假装接了电话 要去加班 刚好让周浩送我 周浩下到地下室 一把将王子涵拉进车里 你来做什么 王子涵一下子就哭了 往周浩怀里倒 周老师 我怀孕了 怎么也联系不上你 周浩脸色大变 一把将人推开 不可能 我们每次都 他似是有所察觉 从车窗处探出脑袋 东张西望一番才缩了回去 是谁的 初怀孕的人内分泌失调 情绪容易波动 何况王子涵承受压力太大 直接就绷不住了 几乎是嚎啕大哭 周浩你没良心 除了你 我还话未说完 便被周浩冷声打断 你敢说 你和周长明没有苟且 王子涵一梗 随即像受了天大的委屈 对着周浩又捶又打 还不都是你 我让你和你 老婆离婚你不肯 我为什么不找别人 我就是想气你 你为了我都跟你老婆 说自己不行了 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不肯和他离婚 要说 我这个名义上的老婆和真爱 是没法比的 王子涵又捶又打 周浩心疼的一把将人 捞到怀里 我想 如果是我这样 得死无全尸 契机出现 我也不想再忍 我敲敲车窗 此时两人正亲的难舍难分 周浩看见是我 愣了一下 随即一推王子涵 小周你听我说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说不是 王子涵却不肯 江医生 你应该认得我 我爱周老师 请你成全我们 搞得我好像棒打鸳鸯的王母娘娘 我懒得理他 他还来劲了 爱情没有先来后到 就算是有 也是我先出现 你不要自持和周老师是夫妻 就硬生生拆散我们 我都气笑 你还知道我和他是夫妻 随即看向周浩 婚内出轨 离婚吧 和周浩提了离婚 我就没再回去住 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他就到医院门口来读我 人来人往 他面子功成作祟 道歉的话一句没有 小周 我们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 我丢给他一份离婚协议 你骗我在先 出轨在后 无论哪样 你都是净身出户 见我有言不尽 他也失了耐心 江周 你别太过分 过分吗 有那么一瞬间 我想好好和他掰扯掰扯 但转念一想 呸 浪费口水 那就法院见 我头也不回 走得利索 上了法院 就要举证 一举证 牵连甚广 周浩是个聪明人 其中厉害他一清二楚 可他除了聪明 还自负 刚结婚的时候 他说他不行 我说没关系 咱慢慢治 结婚一年 婆婆赵春妹怀孕 他说父母养他不容易 工资不够家里开支 房贷还不上 我就主动承担了 还房贷的责任 哪怕这房子当初买时 我已经出钱大半 哪怕这房贷 本就是我和他一人 一个月的还着 以上种种 他便以为我好说话 也好拿捏 之所以做出这般绝情的样子 不过是希望他有个 鲜明的选择我的态度 周浩自以为想得明白 哄了王子涵去医院流产 这我能叫他得逞 赶紧就打了个匿名电话 给周长明 王子涵同时和两人纠缠 孩子是谁的 谁能说得清 有一半 算了 周长明年纪大 少算点 人阻止住了 只是阻止的方式 不大能入眼 周浩承受了自打出生以来 最严重5次暴击 医院人多 有人报警 有人拍视频 周浩倒是想阻止 奈何手脚并用 都护不住自己 何况手机在别人手里 警察来得也挺快 不过还是比不上 周长明一怒之下的 拳打脚踢 周浩肋骨断了三根 王子涵在推嗓间见了红 所幸人就在医院 保胎及时 孩子没事 而与此同时 打架视频被传上网 也不晓得水起的标题 不仅醒目 而且讽刺意味十足 一女是二夫 二夫为父子 一招有了孕 孩子属何人 这种标题一出 视频立马被顶上热搜 网络时代 视频上传搜 一下 官方一看火了 赶紧查 一查不得了 有个未成年 那怎么办 打马呀 可是来不及了 早被人截图的截图 评论区里透露出来的信息 删也删不完 好事上热搜 那是锦上添花 坏事吗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服务双至 祸不单行 王子涵的父母在外地打工 他和他奶奶住在学校后面的小区 可怜天下父母心 事情真相摆在眼前 只有父母还抱有一丝侥幸 世界之大 无其不有 兴许只是长得像呢 又或者网友信口胡周 其他人人云云云呢 王父王母打电话回来 妈 韩寒呢 电话打不通 不知道啊 大概去周老师家里补课了吧 哪个周老师 啊 韩寒没和你们说吗 他班上有个周老师 教英语的 人特好 免费帮韩寒补课呢 王子涵父母连夜赶了回来 耳听不为虚 眼见一为实 后悔 愤怒 怨恨 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若是没个发泄口 人要受不住的 那就找罪魁祸首 周长明打伤周浩 周浩不接受调解 于是警察把周长明带走了 打不着周长明 那就打周浩 归根结底 也就是这个周浩 既然喜欢我女儿 为什么要结婚 既然结了婚 又为什么招惹我女儿 可怜的周浩 我都忍不住医生叹息 她肋骨又断了两根 而在这个关头 又出了一件大事 周伯伯突然肚大如罗 且高烧不止 赵春妹神色仓皇又憔悴 她高龄产女本就伤身 又接二连三遭受打击 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 好巧不巧 又是上回接诊的那儿科医生 这孩子半个月前感染 EB病毒 不是开了药 是 是开了药 但网上说 退烧药用多了 对孩子不好 我就 你就什么 没给用 医生对赵春妹印象 寄身又坏 一下就着了火 网上说网上说 你信网上说 还来看什么医生 赵春妹急急便捷 也不是一回没用 用了两回的 后来宝宝只是低烧 我老家的人都说 孩子发烧是长个 不用管 先前往上说 现在老家人说 就是没有医生说 医生更气了 把桌子拍得啪啪响 又惊哭了赵春妹怀里的周伯伯 赶紧停了手 不大的诊室里来回转着圈 寻思孩子的病耽搁不得 又耐着性子坐下来开单住院 去办住院 赵春妹却犹犹豫豫豫 严重吗 要多少钱 一提钱 而科医生简直想骂娘 人重要还是钱重要 现在是血液病 血液病知不知道 白血病也是血液病 赵春妹去找周浩 贝贝是你妹妹 医生说她得的血液病 要换骨髓 你去做配型 配不上也没关系 有骨髓库 你出钱就好 周浩闭着眼睛 不睁开也不回应 赵春妹亲情排不管用 又像上回一样 拿周浩的工作民生威胁 只是如今的周浩 已然一样也没有了 她动弹不得 墨地睁眼 低吼一声 滚 赵春妹一愣 终于反应过来 在周浩这里 什么也得不到了 她不甘心 在周浩这里 她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 她上前去拉扯 你没良心 我生你养你这么大 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你现在翅膀硬了 亲爹也能送进牢里 亲妹妹得了病 你不出钱也不出力 你这是要逼死我呀 周浩身上虽然绑着绷带 却也经不住赵春妹 这样大力摇晃 顿时面上惨白如指 有医生进来 把赵春妹拉走 只是拉得走折腾人的赵春妹 却赶不走一波 又一波看热闹的人 周浩又急又气 一时情绪上头 晕死过去 赵春妹又来找我 小周 你是医生 你舅舅贝贝 她也喊你一声嫂子 道得绑架我 我死过一回的人了 要什么道德 离婚申请 已经提交给法院 我和你儿子 和你们已经没有关系 赵春妹像是不认识我 离婚 你为什么离婚 就因为周浩和那个女娃子好了 小周 男人话心很正常 只要他心里还有你 瞧瞧 说的什么屁话 你和周长明怎么样是你的事 我和周浩的婚姻走到头了 不仅走到头 他婚内出轨 证据确凿 法院要判他净身出户的 所以 那套房子还请你尽快搬走 一听我让周浩净身出户 赵春妹才慌了 江周 做人要讲良心 那房子也有我和他爸一份力 哦 是吗 你细说说 他当然说不出来 自打周浩出来工作 他和周长明 就慌无了乡下的一亩三分地 从此以后 无半分钱收入 这路不通 他另辟蹊径 当初生贝贝 亲戚们说 不要与孩子太亲近 是你说的没关系 如今贝贝病得这样重 就是我当初信了你的话 如果不是你 我的贝贝 不会搞成今天这样 所以你要负责到底 歪理邪说经过他嘴 倒听出来几分理智气壮 我从手机里调出来 他生孩子那天的视频 我的声音传出来 一个孩子一个养法 凡事没有绝对 我关了手机 就凭这句话 你想让我负责到底 赵春贝脸色大变 指着我的手都在抖 你 你早有预谋 是 但比不过你 从我结婚那天起 就想着置我于死地 也不晓得 哪个给赵春贝出的主意 他抱着大肚子的周贝贝 在医院大门口拉了横幅 小姑子患病生死攸关 医生儿媳见死不救 医闹见过吧 这比医闹要厉害 一个医生连自家人都见死不救 能有什么好心就你 借着这个势头 他还网上开直播 又瘦又小的周贝贝 被他抱在镜头前卖惨 这世上总有人看人不清 使人不明 还以为自己菩萨心肠 一边连他有夫有子 却如孤儿寡母 一边拉财我这个前席 说我不近人情 再怎么说 孩子无辜 医院领导找我谈话 究竟怎么回事 该示弱就得示弱 我给领导一件一件 掏收集起来的证据 领导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这还没掏完呢 他拍案而起 岂有此理 这是威胁 这是道德绑架 他气得直抓头 这是你别管 医院不会任由人泼你脏水 领导做事雷厉风行 当天医院就点名点姓 为我证了名 医院两个保安大叔 拉了个更大的横幅 见死不就莫须有 道德绑架不可取 他们和赵春妹并排站着 抬头挺胸 站得笔直 我录了个视频放到网上 赵春妹乡下有房 周浩婚前有车 都卖了凑不够手术费 我不介意再当回好人 网上风向突转 菩萨心肠 一招黑化 变身阴间鬼煞 赵春妹去死 我还给他打赏了 还钱 这种人家从根里坏了 那孩子估计也不是个好种 湛江周医生 渣男婚内出轨 就该净身出户 不 他该绝户 死渣男 赶紧和江医生离婚 别逼我杀你 赵春妹这回消停了 可是晚了 网民被骗 声讨不断 周贝贝的病又迫在眉睫 赵春妹迫不得已卖了老家的房 周浩婚前的车也低价转让 这是在社会新闻榜上 占据头条七八天 互联网时代 流量为网 有涨粉需求的网民 举着手机 对他们围堵叫骂 周浩不堪其扰 不等法院走流程 就签了离婚协议 我把房子地域市场价挂了出去 房价低 热度高 房子才挂出去 就有了买主 买主是个四十上下的大花壁 我作为前房主 好心提醒 赵春妹一家极有可能来虎脚蛮缠 花壁大哥曲起来胳膊 缩子型的公二头 系上虎头大张着嘴 露出尖利的牙 放心吧江医生 就怕他们不来 看他这样 我也放心 私人恩怨 总不好牵连无辜 适逢院里 有个去外省支援的医疗队 为期三个月 我目的达到 也不想在这风口浪肩上待着 再者 也怕那家子狗鸡跳墙 对我不利 就报名去了 活了两世 这几人什么德行 我也算了解 我在外支援才一个月 花壁大哥发来一个视频 因商人被居15日的周长明才放出来 就带着赵春妹 去原先的房子里闹市去了 一米九的花壁大哥把门一开 周长明气势瞬间矮了一截 紧接着他对着周长明的脸 就拍了一张单子 认了字吧 我 精神病 杀人不犯法 你不怕就进来耍一耍 单子掉在地上 周长明也不敢捡 哦 一嗓子叫过之后 掉头就跑了 花壁大哥发来一条语音 怎么样江医生 我跟你说 这种人一个多余的字都不要讲 就得往死里整 我心情甚好 学到了 但伪造精神病鉴定违法 趁着周长明没反应过来 迅速销毁 他连发三个问号 会啥 我脑子一机灵 单子是真的 是真的呀 但这好了 我得有三五年没犯过病了 周长明在花壁大哥这吃了瓶 气不顺 他想找人撒气 第一个就想到周浩 周浩也气不顺 工作没了 名声臭了 医院里还有个等着康复的周贝贝 每天花钱如流水 有个故事叫下金蛋的鸡 上一世 我就是只下金蛋的鸡 他没钱了 跟我说 你下个蛋呀 后来就像故事里说的一样 金蛋一个一个下 太慢 每回还得找理由骗 麻烦 不如把气打一顿 打服气了 想什么时候有金蛋都行 而这一世 没了我给他金戈打 他没了钱 气不顺 就戒酒消愁 有些男人就是这样 就好像遇到难事了 醉一醉 睡一睡 事情就能自己解决了一样 借酒消愁愁更愁啊 周浩装作不懂这个道理 偏周长明又觉得 周浩再打一打 就能服气 就能和以前一样 认他驱使 他一回来照着周浩的脸 就是一拳 周浩被打猛了 为什么打我 周长明又一拳头砸下来 养你这么多年 房子没有 车子没有 钱也没有 还跟老子抢女人 你该打 连挨两拳 周浩也清醒了 又不完全清醒 借着酒精和周长明扭打在一起 他从来不是周长明的对手 何况身上伤都没好全 但有那么一句话 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横的 横的怕不要命的 周浩被打出来血性 成了那个不要命的 被周长明打得毫无反击之力 他冲进厨房 拿了踢骨刀 就一通乱捅 周长明躲闪不及 被刺中皮脏 不治身亡 赵春美因为回来路上 转去医院照顾周贝贝 而逃过这一劫 周浩故意杀人 被判死刑 他向法院申请 要见赵春美一面 赵春美抱着周贝贝就去了 出来的时候喜滋滋的 想是在周浩那里 得了什么好处 不过 他很快笑不出来了 最高院核准了周浩的死刑 也就是说 七天内 他就要被执行死刑 他又申请要见我一面 我可没另现功夫 他不死心 写了一封信给我 我打开瞧了瞧 老天爷带他不保 竟然他想起来上一世的事 他在信中说 我知道你是重生的 你重来一世 却不救我 眼睁睁看着我走向死亡 重生不是你的特权 江周 不会发生怪力乱神之事 好好上路 切莫多想 老天爷让你想起来上一世的事 是想让你死的明白 真当是个人都能重生 也不想想我手术刀下 救了多少人的性命 事还没完 周浩被执行死刑那天 赵春美疯了 其实不是真的疯 他先前去监狱和周浩见面 周浩痛哭着向他忏悔 悔不该一时冲动 杀了周长明 他房间床垫底下 藏了五万块钱 床头还有两盒补血一起口服液 原是用来孝敬赵春美的 现在他要死了 希望他拿着钱 喝了口服液 好好照顾自己 赵春美就好好照顾自己啊 口服液一天两支不间断 一周后 他口腔溃疡 想着筋不如昨 剩下不多的钱 还要养孩子 就拖着没去医院 半个月后 他喝完口服液了 溃疡变溃烂 还尿血 这下急了 到医院检查 医生拿着单子 痛心的问 什么是想不开 要喝农药 赵春美就傻了 没有啊 我还有一岁多的孩子要养 怎么会想不开 医生意识到不对 忙打电话报了警 警察就查 查到了口服液上 口服液每一瓶都被极细的针 注射进剧毒荣白草枯 赵春美脸上血色 褪得一干二净 白草枯他知道 有死亡之水 支撑 可他不甘心 问医生 还有救吗 医生摇头 他都尿血了 这毒早就侵入五脏六腑 神仙难救 赵春美眼神空洞 少时像想起来什么 疯了一样冲出去 那个魔鬼 我要杀了他 他在前面跑 警察和医生在后头追 你跑什么呀 这时候你要多想想自己 赵春美体力不支 贪坐在地上 是周浩 他害我 我要杀了他 警察一听这名字耳熟 就问 是之前出轨 后来杀父的那个周浩 赵春美歇斯底里 不是他还是谁 魔鬼 他是魔鬼 警察赶紧给监狱打电话 虽说都是个死 但一条人命和两条人命 流程走的不一样 只是可惜 一个小时前 周浩被执行死刑 眼下尸体都在去火葬场的路上了 一周后 赵春美也死了 他死前找过我一回 给我磕头 希望我能收养周贝贝 他人之将死 我到底起了侧隐之心 把他扶起来 谁的孩子谁来养 再说了 没准我和周浩是同一类人呢 他几乎连滚带爬就跑了 听说他联系了一个乡下亲戚 把最后的五万块交给人家 不求周贝贝锦衣华服 但求他平安健康 人家先前还可怜他 他这话一说 那亲戚立马把钱还了 我要接了你五万块 将来周贝贝我头疼脑热的 你是不是做鬼也不放过我 这是我做不来 你另外找人吧 赵春美拖着病题打了一圈电话 五亿人敢收 不得已 周贝贝被送进福利院 我大愁得报 恩怨也了 一心拿文手术刀 十年后 我成了院里外科第一刀 又过去了若干年 我退休了 去各大医学院讲学 有一回 有学生问我 老师 怎样才能成为您这样出色的人 我瞧着底下一张张 洋溢着青春的脸 认真到 放下助人情节 尊重他人命运 保护好自己 任何时候 权文完结